孙小姐 水雕歌头是你的网名对吧 第一次见到真人 你比新闻上还要漂亮好多 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网名的 我只在一个论坛上用过这个名字 而且那是一个特殊的私密论坛 我仅仅只发过一次帖子 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吧 每个人都有秘密 并且都害怕被人知道 开个价吧 钱或者别的 只要我给得起 孙小姐 录音可不是个好习惯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若开口跟你要钱 或者剃条件 那就成了敲诈勒索 平孙小姐您的家事 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让我锒铛入狱 而当我入狱之后 如果胆敢泄露你的秘密 我的罪名也会随之加深 到那时 我为了我自己 自然不会再敢暴露你的秘密 甚至会想方说法的帮你把秘密给消灭掉 我说的没错吧 十一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最近跟陈乔闹了矛盾 互相放了狠话要收购对方的公司 你这么处心积虑 甚至不惜拿我那什么子虚乌有的秘密来威胁我 无非就是想买下应银手中30%的胜达股份罢了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打听到的消息 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 孙明月没有秘密 来人 送客 我必须知道 十一她手里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以及她到底知道我有多深 很明显 孙明月在炸十一 一旦十一没有证据 或者颓了气势 那么面临的将是孙明月排山倒海般的报复 你要干什么 放开 你放开我 孙小姐 你刚刚那些话 不就是想知道我到底了解你多少秘密吗 现在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 你怎么反而还不愿意了 我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先放开我 你喜欢挨打 骨盆前倾的这么严重 你以前的教练是怎么教你的 你还知道多少 我知道你这种特殊癖好不是先天的 而是后天造成的 你小的时候 你的父亲给你娶了个后妈 你的后妈一直谋足竟想生个儿子 以抢夺孙家的财产 对于你的各项要求也是异常的苛刻 给你造成了不少压力 于是你开始学习自由搏击 当时你的女格多家不小心失手打中了你 这也是你有史以来第一次挨打 那滋味你非但没觉得疼 反而十分享受 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 你知道的 你是想从我手里 收购圣达那30%的股份 对 我不想 也不能让圣达就这么上市了 孙明月皱着没认真思考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直在旁边陪着不说话的秘书 却突然开口了 不可能 孙总 您可千万别答应他 圣达一旦上市 现在的那些股份的价值将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翻 而且就算您想卖 夫人那一关就过不去 这个人明显居心叵测 谁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孙总 其实我一直没敢告诉您 夫人已经怀孕了 据说是个男孩 在这种关键时刻 您如果出卖孙家优质的股份 后面夫人肯定会找您算账的 秘书的话让孙明月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她最讨厌 最忌讳的后妈 居然怀孕了 而且还是怀的男孩 这让这些年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本性 兢兢业业经营公司的孙明月 第一次有了绝望和暴怒的感觉 我是孙总的秘书山田姓黎 七年前我们就一起来大厦共事了 工作上我是她的秘书 生活中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的话可以代表她的意思 十一 你回去吧 我们运营是不会跟一个 巨星叵测的大厦人做生意的 更不可能把唾手可得的 优质资产便宜卖给你 两百亿 你们只有盛达的股份 无非也是为了套钱赚钱 我出两百亿给你们用来换取这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这对于你们公司来说 绝对是一笔稳赚不亏的买卖 可是盛达如果成功上市 应银可不只能赚两百亿吧 除非你有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说服我 否则 那如果我说盛达无法上市呢 陈乔虽然是盛达的董事长 但他本人持有的股份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 盛达的大股东除了应银外 还有明日证券供持股百分之三十五 而那百分之三十五 现在已经在我手里了 公司上市 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三分之二的票数同意才可以 我个人拥有的股份已经超过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我拥有一票否决权 不可能 我做过被调 明日证券并没有卖过盛达的股份 而且 要真是这样的话 陈乔怎么可能会上门挑衅你 你别忘了这里是大夏 你难道认为应银的情报网 能查得到我白龙网响隐瞒的信息 好 这个理由非常充分 我同意了 孙总 万万不可啊 除非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否则 这笔交易绝对不能进行 孙总 你的这个秘书 管得还真够宽的哈 我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和孙总着想 你不用挑唆我跟信银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笔交易 我还是答应你 孙总 也 不必多言 我意已决 十一先生 咱们约个时间把合同签了吧 好 打扰孙总了 那我先告辞了 我送你 山田信银没有跟上来 而是眼神怨毒的拿出手机 过了一通电话出去 孙总 你的秘书 看起来问题不小啊 你的问题更大好吧 如果我没猜错 你手里根本就没有明日证券 那35%的股份吧 你一方面对应银说 你有明日证券35%的股份 一方面又会对明日证券说 你有应银30%的股份 你想用制造信息不对称的手段 来收购两家公司的股份 我说的没错吧 对 没错 不会是孙怡琴的女儿 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小伎俩 承认得这么痛快 不怕我反悔 你既然刚刚答应了 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反悔 因为你想跟你的后妈作对 她不想看到的 就是你要做的 你是我见过最狡猾的大厦人 纠正一下 那个词叫聪明 形容你们国家的人 我们才会用狡猾的 孙总 这次的交易我很满意 所以作为报答 清脆响亮的声音过后 孙明月非但没升起 反而郊区微微一颤 心中竟有着一丝 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老板 明日证券那边 我已经免戏过了 他们想要确定老板 您是否真的拿到 为应银30%的股份 老马 你也想知道吧 这要是割别人的身少 我不信 可如果是老板你的话 那我觉得有可能 你还真看得起我 我的妈呀 老板 难道你准备两头片啊 说片多难听啊 这叫制造信息不对称 懂吗 老板 说实话 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老板你这吹牛逼不打草稿 撒谎面不红心不跳的实力 我就是追一万年也追不上啊 对了 明日证券那边怎么回复 他们同意了吗 同意了 但是报价偏高 要230亿 他们也真够狠的 我记得当初他们投资胜达 也只花了10亿 五年的时间 转手卖230亿 23倍的收益 是啊 所以我才来询问您 毕竟这个价位太高了 而且如果真要买的话 算上买英银的200亿 咱们可是要付出 整整430亿的代价 这是要花出去 老板您接近三分之一的身价啊 风险非常大 我建议把价格往下压抑啊 230亿就230亿吧 答应他们 条件是必须立刻交易 可是按照我的经验 应该能谈到180亿的 老马 咱们现在手上没有一颗子弹 就靠着一把空枪吓唬猎物 时间久了 会被猎物反噬的 最重要的是 这430亿 很快我就能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赚回来 所有人都低估了 大厦游戏市场的体量 如果我能把盛达和千讯 合并在一起 你说大厦国内的游戏圈 谁为王 老板 大厦的游戏市场 真有那么大的体量吗 如果我告诉你 20年后 千讯将成为一家价值 11.6万亿的洪荒猛兽 你还会觉得 今天这430亿花的多吗 我的天 11.6万亿的独角兽 这哪怕是我做梦 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啊 所以 这件事我要你尽快办好 不要纠结那点小钱 好 我这就买机票去 明日证券总部面谈 争取以最快速度拿下 去吧 你要记得千讯公司 你拥有10%的股份 想想看 未来你将是多少身价 值一 如果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买上达股份的200亿 我可以给你全部免除 甚至我可以给你的千讯 再投资一千亿 什么条件 娶我 然后入赘孙家 孙总 连今天这一次 算起来我们好像只见过两次面吧 这不重要 其实我认为 你是我这些年来 见过最合适我的男人 你了解我的秘密 能力和手段也非常强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 那就属于强强联合不是吗 只要你娶了我 马上就能获得上千亿的投资 未来 偌大的孙氏就是你的了 美女加天文数字的财富 难道你就不心动吗 想要我答应 也不是不可以 我这个人没有当追序的癖好 这样 你让孙家感性签 让应银成为大厦的企业 我就答应娶你 呵 既然这样 那我们还是按程序走吧 老板 所有手续全部办满了 从昨天谈判成功 到今天把所有手续全部办满 仅仅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好 转让证明的副本 用财信发给我 孙总 我知道你这边想要完成股份转让交易 肯定需要我提供明日证券的转让证明 对吧 当然了 说完 十一便拿起手机给孙明月看了一眼 真的 这份证明是三分钟前完成的 三分钟前手续刚办完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明日证券那35%的股份 还没到他手上 这货也推后脸皮 推不要脸了吧 没错 三分钟前刚刚签完 但只有胜达35%股份之时 现在已经成为事实 不是吗 十一先生好手段 好胆识 只不过我很好奇 你凭什么认为 你一定能拿下应银集团呢 骗子 你果然是个骗子 这笔交易取消 我们应银部跟骗子做交易 协议我已经拿给你们看了 哪里骗了 可你昨天来谈判的时候 并没有拿到 也就是说 昨天你是欺骗我们 甚至你也欺骗了明日证券 恶心的大吓人 你这是在两头骗 应银部跟你这种垃圾骗子做生意 我现在要求你马上过 你们孙总昨天就看破病 知晓了我整个作战计划 只有你的白痴没看透而已 另外 你们孙总都没说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面前叽叽歪歪 孙总 我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孙总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这么自信吗 你付而过来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原因 你父亲在三十岁那年出了一场车祸 早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你确定 找个理由 让你信得过的医生给你父亲检查一次身体 应该不难吧 孙小姐 检查结果出来了 情况如何 如您所言 孙总的确很早就没有了生育能力 饶是有了心理预备 孙明月此刻依然止不住焦躯狂颤 自己老爹没有生育能力 而自己后妈又怀孕了 想到这里 孙明月心中已经有了一万种折磨自己后妈的办法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 告诉我的 不愿意说算了 孙总 我这么有诚意的把信息免费送你了 那么转让股份的事情 十一先生这么有诚意 我没有理由再在转让股份这点小事上拖拖拉拉 来人 帮我把圣达股份转让合同打印出来 不行 孙总 绝对不行 这笔生意不能做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后妈把你安排到我身边来当卧底 这几年来 你装得很辛苦吧 孙总 你误会了 不用解释了 也不需要解释 从今天开始 你的卧底生涯结束了 你被炒了 孙敏玥 你没有权利辞退我 我是夫人的人 既然话说到这一步 我也摊开了说 夫人马上要生产了 而且是个男孩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哦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马上要在孙家失宠了 等夫人有了孩子 这偌大的孙是迟早是她和少爷的 帮我 作为夫人身边的媳妇 你敢动我 你能有好果子吃吗 哦 那 那你想让我怎样 马上向我鞠躬道歉 另外 退位让行 这大下去的总裁 也该我山田献力来做作了 我答应你 哈哈 六年了 整整六年 你知道这六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工作上兢兢业业 帮你搞业绩 我生活里还要舔着个脸 给你装好闺蜜 老天有眼啊 终于让我熬到头了 然而 她笑着笑着 却发现情况不太对 十一和孙明月都如同看小丑一样看着她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爸在三十岁的时候就没了生育能力 这不可能 夫人她怎么敢 好 孙明月 你赢了 我离职 卑鄙的大吓人 一切都是你害的 你给我等着 只是离职就行了吗 你还想怎样 孙总 我这边有个兄弟特别想要个樱花妹 不介意我废物利用一下吧 求之不得 不要 我错了 求请你们放过我吧 晚了 多谢十一先生帮了我一个大忙 小事一桩 没事的话 我也该走了 陈桥那边还等着我上门收拾 好 那我送你 这两份 一份是应银30%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一份是明日证券35%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现在我手上盛达的股份总计65% 拥有绝对话语权 这怎么可能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收不到 因为这件事 我刚刚才搞定 这会儿两家公司的官网 应该放出消息了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查 这两家的老总都是傻圈吧 难道他们不知道 盛达上市了 他们能赚更多吗 因为我在印银说 我有明日证券35%的盛达股份 在明日证券那边说 我有印银30%的股份 拥有一票否决权 如果他们不卖 我就要否掉盛达的上市计划 让他们的股份按在手里 所以 结果你也看见了 你 你也无耻 呵呵 都是跟陈总您学的 在无耻的道路上 我离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我现在作为盛达最大的股东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不再担任盛达任何职位 同时 盛达与千讯将会合并 以后世上再无盛达 只有千讯 笑你妈笑啊 受不了刺激 滚出去笑 时宜 你真的以为自己必胜了吗 不然呢 我有65%的股份 你只有20% 小学生都会得算数题 好啊 那么 我宣布 我个人向盛达集团增股注资500亿 你要想保持你65%的股份 保持你的绝对话语权 就必须按照比例增股注资1625亿 你要是不跟的话 我的20%的股权经过增股注资后 将扩大到70% 10亿 你这段时间的现金流很不健康吧 花了430亿之后 你账面上的流动资金怕是连200亿都没有了吧 你拿头来跟我玩 陈乔 增股我的确是跟不起 可我之前说的话依然做数 圣达是我的 你最终还是会在我面前 低下头颅 求我宽恕 你特么是不是疏红眼了 说梦话呢 莫说是你跟不起了 就算是你跟得起 大不了老子甩手不干了 还想要我求你饶恕 想屁吃呢 把人带进来吧 他们你应该认识吧 霸博赫赫有名的黑客团队 上帝之手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需要你明白 既然我能跨国抓到他们 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你花钱 雇佣他们给签讯服务器中物码的事会很难吗 我的天 没想到老板不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收购了圣达65%的股份 还跨国把上帝之手团队给抓到了 我输了 陈乔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争取求的我的原谅 以后老老实实的给我做狗 第二 那就是被我起诉 后半生都在牢里度过 不 我选一 好 陈乔 我将用10万元的价格 收过你手里20%的股份 你愿意吗 不 我愿意 很好 不过你也不用太难过 看待你这么听话的份上 你就继续留在盛达担任核心管理层 接下来 千讯跟盛达合并的事 就交给你来办了 哦对了 明天记得把大厦外面的牌子换成千讯的 现在 我要求你们仅留一个月的账面资金 维持各自公司的正常运转 其余的资金一分不许留 全部交给我 老板 为什么啊 只留一个月的账面资金 但凡公司出于丁点的事 都会直接倒闭的 老板 快递公司 超市公司还有餐饮公司 目前都在非常良心的发展 你现在这么做 不是给卖人攻击我们的机会吗 我不但要公司账面上的资金 我还要你们立刻去联系银行 将所有的超市 房产 地皮 餐饮店 公司等各大产业 全部抵押给银行 这些钱不要尽快拿到手 老板 你要都抵押了 知不知道一个月光利息就得多少 你稍微晚点还 咱们所有公司可能就得好几个月白干 千总 你这么干 是要把所有公司 所有员工都置于危险之中 你看咱能不能商量着来 何必这么极端呢 十一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否则 别想让我的教培公司跟着你冒险 老板 熊总说的对啊 你总得让我们知道 你要拿这么大一笔钱去做什么嘛 我打算拿这笔钱去囤粮 咋 现在所有公司差不多能值个四五千亿了 老板竟然拿这么一大笔钱去囤粮 这是脑子被驴踢了吗 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遇见到四大粮商要发动粮食战争了 如果这个时候没人出来及时囤粮 以应对四大粮食公司的价格战 那么 大夏的物价恐怕将会指数爆炸性上涨 这一刻 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匪夷所思地看着十一 这要是掀起了粮食价格战 别说区区三五千亿了 很有可能起万一逃进去 都要亏得血本无归出来啊 四大粮食公司光是盈利就有三到五万亿 在这种超级巨无霸面前 哪怕是放大国家出手都占不到半点便宜 老板 我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两家战争爆发了 跟咱们也没多大关系吧 何必把辛苦打拼出来的公司搭进去呢 而且就算把整个公司搭进去 那点钱能够干啥的 是啊 关键时刻 我们可以捐款 可以捐物资 但是没必要破釜沉舟吧 复仇之下 焉有完卵 一旦大夏被四大粮商针对了 你觉得国内的经济环境能好 可是 跟这种国际巨头公司之间的价格战 不是元老阁要参与进来的吗 你把事情告诉元老阁不就好了 元老阁不适合 也不可能走歪门邪道去对付四大粮商 那么就必须由我来做了 我们一出生 就在祖国所给予的土地上生活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祖国永远慷慨无私地养育着我们 他给了我们博大精神的灿烂梦画 他给了我们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他给了我们一份独立自主 自尊自信的国际尊严 我认为 我们有责任为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狗立国家生死瘾 其因或伏必去之 十一的这一番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所有人的眼中都禽着泪水 全身颤抖 全权的爱国之心 浓浓的为国之血 这一刻在十一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老板 我明白了 教培公司会全力支持你 千总 游戏公司也会全力配合你 我认为先总要全买之劳 认为大家尽联国之力 很快 各大子公司的总裁将账面资金和抵押贷款 全部转入到十一的账户上 加起来一共有四千两百多亿 这已经是十一的全部家当了 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要抵御四大粮商的进攻还远远不够 还得想办法借一点才行 想到这儿 十一拿起手机拨出一个号码 喂 谁啊 是我 十一 哦 你找我有事 嗯 的确有事求你 呦嘿 堂堂白龙王居然用求这个字 看在你这么第三下四的份上 说吧 有什么事求本小姐 我想借你手里的一万五千亿 什么 你玩我呢 我没开玩笑 我是真想跟你借这笔钱 行 你告诉我你要拿这笔钱做什么 还有 你怎么保证能还上我的钱 电话里说不方便 这样 你来我家一趟 咱们当面谈 行 每个多姐妹都出 诸葛瓦尔就开车来到十一的王府 十一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吗 王府都住上了 我就纳闷了 你老人家这么有钱 怎么就惦记上我这撒瓜俩早的了 王府已经抵押出去了 我所有的房子 车子 地皮 公司等等 也全部都抵押出去了 十一微笑着把抵押证明 推到了诸葛瓦尔面前 诸葛瓦尔惊意不定地拿过来看了一下 居然是真的 你疯了吗 你怎么把资产权抵押了 这些抵押贷款 光一个月的利息都是天文数字啊 你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 我想让淳朴的大侠百姓的安稳日子不被打扰 我想让邪恶丑陋的外资受到教训 我想让所有觉得我们大侠 可以被任人鱼肉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要打四大粮商 十一句话 识破天惊 诸葛瓦尔何等聪明 仅从这一句话 嗯 种种迹象表明 四大粮商要对大侠展开价格战了 如今元老阁根本没有准备 若是被四大粮商打个出其不意 恐怕粮食价格要暴涨数倍 并且会带动其他商品价格疯狂飙涨 所以 你想借我的钱 去跟四大粮商正面硬钢 算是吧 怎么样 借不借 我可以支付一定的利息 如果侥幸成功的话 功劳也算你的 十一 你觉得我是白痴吗 就算是成功了 你也未必能还得起这么庞大的费用吧 我不借 十一叹了口气 也没再多说什么 毕竟一万五千亿这么一大笔钱 换成是他 也不会轻易借给别人 借肯定是不会借 但是合作还差不多 十一听后一愣 惊讶地看着诸葛玩 怎么 不许本小姐也为国家出一份力吗 当然不是 我以为只有我会这么傻 嘿嘿 我们都是爱国的热血笨蛋 十一同志 一起加油 干死四大粮商 来吧 说说我需要做些什么吧 再过几天 四大粮商肯定会吃巨资 来炒作世界粮食紧张 炒作粮价上涨 那个时候你需要提前抄底八国粮食期货 做一次史上最大的多头 狠狠地赚一笔 我则去神后国和毛兄国说过粮食 等待粮价上涨之际 评价抛售粮食 稳住物价 只要熬过这一个月 周边国家的粮食成熟 四大粮商必定扛不住压力 降低粮价 在那之前 你再做一次史上最大空头 再割四大粮商一块肉 老子这次要做史上最大的多空巨头 对四大粮商完成多空双杀 一瞬间 诸葛婉儿被十一碗如异想天开般的念头 给震惊到了头皮发麻 四大粮商想着来大厦割韭菜 十一这个家伙倒好了 他居然把目标描向了四大粮商 要反向割四大粮商的韭菜 这简直是胆大包天到了极点啊 你可要想好了 万一失败 你可没办法跟家族交代 我们的先辈 为了抵御外敌 连命都能舍弃 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 而且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简单四个字 却重如千军 十一只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更重 四大粮商发动粮食危机 十一携千亿资金去神侯国收购存粮 大厦的粮食储备应该不比神侯国差吧 你大老远跑神侯国来买什么粮食啊 我准备做空整个大厦周边各国的粮食期货 你也知道 要想做空 必须大量扑货才行 这样啊 那你想买多少 现在神侯国有多少存粮 我想全部吃下 你疯了吗 神侯国现存粮食有7200多一斤 我就赛你一块钱一斤的价格 也要7200多一才能够买完 你想全买 对 要不怎么说我要玩一票大的 既然要做 我就要做世界第一大空头 老弟 真不是我不帮你 这么多粮食全卖给你 一旦出了任何一丁点的问题 整个神侯国都会吃不上饭 我也会被猪九族的 老哥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你放心 我只做空一个月而已 只要你事先预留出一个月的粮食储备 把剩下的全部卖给我 一个月后 我再把粮食还给你 你只需要支付原价的百分之九十几克 马德哈听后心中一动 立刻快速地算计了起来 我只需要留下1200亿斤粮食 余下的6000亿斤粮食 可以先卖给十一 他则需要支付6000亿 一个月后 他再把6000亿斤粮食还回来 而那时我只需要支付给他5400亿 这中间600亿的价格差 就可以全部归到我的口袋了 操作得好 这比6000亿的资金 一个月说不定还能赚个1000亿 想到这 马德哈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如此巨大的利润诱惑之下 根本没有人能抵挡得住 这样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才能决定卖不卖你 好 你说 第一个问题 买粮食的钱是现金支付吗 对 现金支付 一手钱一手货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个月后你无法交付粮食 到时怎么办 这好办啊 钱你都到手了 大不了你找四大粮商去买就是了 而且你要知道 我这是要去做空粮食 到时候粮食肯定白菜价 说不定你自己买更便宜 说的也是 最后一个问题 你用什么名义跟我签约 你要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不可能跟个人买加签协议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已经取得了袁老阁的说权 印章我都带来了 我个人可以代表大厦袁老阁 我会以袁老阁的名义跟你签约 好 我答应你了 哈哈 十一 我用你买粮食的钱 去赚你做空的钱 最后再赚你一笔交割粮食的差价 一击三吃 我真是个大聪明 两天后 十一从国外买来的粮食 陆陆续续的被运送到了大厦国 朗峰 立刻召集红星安保集团的全部员工守护好粮食 不能让那些粮食有半点闪失 如有半点差错 拿你是问 是 如有半点闪失 我提头来见你 好 去吧 十一 如果四大粮商没有掀起价格战 到时你怎么办 没有更好 大不了就是我损失点钱罢了 拜托 你别忘了 你还欠一万亿呢 不怕被抓吗 你都说我欠一万亿了 又怎么会怕被抓 他们巴不得我赶紧想办法赚钱还账 甚至还得给我在各行个业开律灯帮我赚钱 计划进行的怎样了 大家今年的粮食储备已经被我们收购的差不多了 我已经让四大粮商收紧粮食铺货 埋通了全球各国的主流媒体帮我们炒作 发世界粮食紧张的通稿 最多一个星期 全球人民都会陷入粮食短缺的氛围当中 非常好 再过几天 我们就可以发动总工了 赶紧发动总工吧 之前的准备成本太高了 我们每一家最少花了三千亿了 先苦后甜嘛 打价格战 哪有不付出成本的 你们放心 现在各自准备好钱 三天后开始买入国际粮食期货 准备做多赚钱 三天后开始动手 把你手里的钱全部买入国际粮食期货做多 四大粮商前期炒作粮食紧张花费巨大 一定会在国际期货市场补充资金 我们先踏一步吃掉他们的粮草 好 现在给我曝光所有四大粮商所能涉及到的粮食期货代码 另外 一万五千亿全部拿出来 我要亲自操盘 你做我的副手 负责给操盘团队传递命令 并做一定的操作 好 传令下去 小麦期货扫两千亿的货 玉米期货一千亿 大豆和大米各两千亿 操盘团队听令 开始建仓 小麦期货两千亿 开始扫货 报告 两千亿小麦期货全部扫完 玉米期货一千亿 开始扫货 报告 一千亿玉米期货全部扫完 七千亿的做多 让国际粮食期货价格直接做火箭 几秒之内 所有粮食相关期货全部价格翻倍 原本被压着 不让爆发上涨的国际粮食期货行情 生生被十一提前给拔起来了 这一幕 也直接传递到了卡德加的电脑上 怎么回事 卡德加 你放消息出去了吗 我没有啊 肯定是有人在扫货 而且已经扫了市面上一半的货了 卡德加 我们也赶紧抢货吧 大家无需担心 这种事情以往不是没有发生过 肯定是有人加了高杠杆 想在我们嘴里咬下一块肉 我说过了 谁敢来抢肉谁死 七千多亿的货 这条疯狗肯定加了满杠杆 就算没加满 老子让价格跌一半 我看你怎么玩 暴死你这条疯狗 卡德加的七千亿直接冲入国际期货市场 做空对冲 原本被十一代起飞的国际粮食期货 瞬间直线跳水 开始了大幅度震荡下跌 看来四大粮商的boss 这是在堵我加杠杆了呀 嘿嘿 正常人的确不可能不加杠杆 可惜呀 我们是热血的疯子 接下来你来操盘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看本小姐的表演吧 所有人听好了 八千亿资金 大豆期货 豆魄期货 红豆期货 花生人期货 给我买 疯狂的买 扫光他们的货 让这群外资王八蛋 见识一下我们大厦的最强多头 文言 操盘手们也是一股股的热血上脑 他们知道这次的操盘 是为了之后的粮食战争做铺垫 他们知道这次的做多 是为在那群贪婪的吸血鬼身上狠狠地咬下一块人 这一刻 他们再也不仅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期货操盘手 而是一名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的平定与幸福而浴血奋斗的战士 大厦的安定 人民的幸福 接在他们双掌之下的小小键盘之上 一号扫货完毕 二号扫货完毕 三号扫货完毕 一口肉都没给这群狗插的外国老优 就这样 在诸葛瓦尔八千亿资金的强力扫荡下 全球的粮食期货全部被扫当一空 各位 你们做得非常好 这一次 我们要好好让外国老尝尝我们的大厦铁拳 卡德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还有钱 你不是说那人肯定会爆仓吗 哇 我也不知道啊 除非他的一万五千亿全是现金流 没有加杠杆 一万五千亿的现金流 一点杠杆都没加 这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次我们一共损失了多少钱 总投入资金七千二百三十亿 目前所持资金二十亿 亏损七千二百零九亿 总占损比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九 也就是说 今天一天我们三家每一家平均亏损了两千四百多亿 加上之前为炒作粮食紧张造势的成本 还没打价格战 我们每家就平均亏损超过了五千亿了 卡德加 让四大粮商开仓放粮 给我大规模做空粮价 停摆无故的损失这么多钱 我不能接受 老弟 先别激动 我也亏了很多 等接下来粮食价格战打完了 咱们从大厦身上捞回来就是了 不行 我的第六敢告诉我 你现在必须开仓放粮 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不可能 就算我同意 基金会也不可能同意 价格战必须要打 而且 我们一定会赢 到时候 别说是区区几千亿 哪怕是十万亿 我们也能赚回来 大厦是一座金矿 一座还未被我们开采的金矿 那里有十几亿人 有着数不清的优质资源 只要我们全部拿下 基金会的目标就几乎能完全实现了 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今天一天就赚了一万三千五百六十二亿 哈哈 今天是西方资本在金融领域摔得最惨的一次 最可笑的是 哪怕到现在 四大粮商都不知道自己输给了谁 今天的事情 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这一个月 为了防止泄密 得麻烦各位在我的王府里住着了 摆下的粮食期货一天狂赚一万三千亿多 就在首站告捷时 粮食危机却突然在全国爆发开来 老板就在今天 大厦的大豆涨了三倍 大米涨了四倍 玉米和小麦也都涨了三到五倍不等 各地的粮食还是在短缺之中 不少家庭已经一天只吃两顿饭 乃至一顿饭了 该死的四大粮商 为了赚钱 居然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粮食价格战不可能持续太久的 别看粮价在暴涨 因为四大粮商五粮不受 实际上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亏钱 每天亏损的钱都是天文数字 他们在等 在等大厦熬不住的那一刻 在等大厦熬他们提出条件的那一刻 那还等什么 十一哥 开仓放粮吧 这场价格战远远比我想的严峻 我手里的粮食如果现在就放 根本撑不到打完 那 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放 先等官方放粮吧 等到官方的粮食都放完了 我们在街里放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四大粮商熬死并反杀 实际上 十一没敢说的是 通过这几天他搜集来的数据来计算 很有可能加上官方的粮食 都不一定能在这场价格战里赢得胜利 四大粮商的底蕴之后远超出了十一的想象 与此同时 袁老阁这边也召开紧急会议 官方目前粮食储存量还有多少 按照现在的扑货速度 估计最多两天就会全部卖光 那降低扑货速度呢 恐怕不行 现在百姓对粮价十分敏感 稍微少放一点货 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囤货潮和涨价潮 之前的放货就全白忙活了 也就是说 最多两天 粮食的价格还是要暴涨 你们说 我要你们何用 时机差不多了 是时候向大夏提出我们的诉求了 是 我们压两压了这么多天 损失接近五千亿 不能再拖下去了 二位老弟 你们怎么就这么耐不住性子呢 大夏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 我们拖得越久 他们就会越是心急如焚 多拖两天 我们就能要到更好的价格 更多的利益 这难道不好吗 不行 不能再等 月落帝国的皇室已经向我提出抗议 就连我本家都觉得这次价格战持续的太久 最近几天 我每天晚上吃安眠药都睡不着 压力大到心脏病都要犯了 蓝锡帝国皇室和凡森特家族也抗议了 各地的情报机构持续发函要求我赶紧结束这场价格战 否则 世界经济都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要知道基金会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资产 粮食价格占久了 这些资产也都会从优质资产变为不良资产 最终基金会非但不会受益 反而要伤元气 好吧 啊 真是不甘心啊 好想拖到大厦崩盘 通知下去 可以开始收网了 在消息发出不久后 李纯刚就收到了来自四大粮商CEO的来电 大厦必须对我们解开包括通信 金融 房地产 石油 互联网等234个行业的投资限制 让我们可以在这些行业的相关公司可以持股投过50% 你想屁吃呢 滚 李格主 你有两天的考虑时间 两天之后 如果我们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良价还会继续涨 这是赤裸裸的要抢钱啊 何止是抢钱呢 这是连咱们的老挝也要炸了呀 想来大厦投资 那就要讲大厦的规矩 一边来赚大厦的钱 还一边想要五合六 指手画脚 高高在上的当大爷 我呸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 今天粮食已经卖光了 明天不给四大粮商答复 粮价还会继续涨 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你们自己想想吧 喂 是李格主吗 粮食卖光了 现在所有分销区道上都要求涨价 或者是连老哥进行不贴 否则他们将停止收买 你那边看看 难不能先拖一下 不要涨价 恐怕拖不住了 最近那些分销商说他们这几天的涨价 已经是非常给连老哥面子了 周边几个国家的粮食分销商都已经赚风了 而且 现在粮食的各种成本也都在涨价 他们贵太多了 需要赚钱弥补 另外 各大分销商的店外 维持的全是等待买粮的民众 一旦让他们知道粮食价格要涨五到十倍 我怕会出事 好 我明白了 最多半天 我一定给你明确的答复 等不了那么久了 现在分销商已经又开始自作主张涨价的了 我也不敢罚他们 以前有的受不了的百姓已经开始把分销商的门给砸了墙量 你们也听到了 还有十分钟 所有分销商都要涨价 一旦粮价暴涨 那所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应该都逼我清楚吧 现在我要你们给我一个有件设性的意见 阁主 只要我们答应四大粮商CEO的条件 所有的麻烦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现在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 况且 我并不认为答应四大粮商CEO的条件有什么坏处 招商引资 让外资进来拉动咱们国内的产业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当然 条件还是要讲一讲的 要不然会显得咱们袁老格没有逼格 我愿意代表袁老格去跟四大粮商讲条件 把代价往下压一压 同时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必须降粮价 是啊 既然事情别无他法 那只能是跟四大粮商讲条件 把咱们这边的损失降到最低 罢了罢了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战况如何了 全国564家分销商全都扛不住压力 迫切要求涨价 一些甚至已经开始了涨价行动 官方的分销商店只开到了今天上午10点就关门了 到现在也没开门 看样子应该是全部卖光了 说到 所有人听命 刚刚接到老板命命 开仓放粮 干死那群外国老 范天雷 你带队押送西部的粮食 庄严 你带人押送东部地区的粮食 王燕冰 北部的粮食交给你了 正三炮 南方的粮食你送 都给老子听好了 这些粮食是观众大 关乎老板的大计划 也关乎百姓的安定 谁都不许出一丁点的差错 哪怕掉一粒米 都给老子拿头来顶 一天内给我全部运送到指定地点 哪怕不吃不喝不睡觉 不拉屎不撒尿 也必须运到 是 保证我们的任务 第二天 就在李纯刚等人要去跟四大粮商 CEO签协议的时候 冷风及时运着粮食抵达元老阁服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卡车开过来 你们这是 禀报阁主 奉我们老板之命 我们是来给北部地区运粮的 李纯刚在听到运粮这两个字后 他的心脏都咯噔地狂跳了一下 你 你们这次运了多少粮过来 第一批粮 北部地区一千万斤 东西南部搁一千万斤 已经都在运送的路上了 冷风一句话 宛如一道炸的一本 炸的李纯刚和四大天王脑瓜子 嗡嗡作响 北部地区一千万斤 东南西部搁一千万斤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批粮 好 好啊 小伙子 感谢你 感谢你们老板做出的这一切 阁主 先别高兴得太早 你还没问粮价呢 对了 小伙子 你们的粮价是多少 我们老板说了 一分钱不多要 按照一个月以前的粮价卖 什么 李纯刚震惊了 四大天王也集体震惊了 一个月以前的粮价 那可是比现在国际粮价 低十倍的价格呀 这怎么可能 要价这么低 这不纯纯的冤大头 大傻貌吗 小伙子 你回去跟你老板说 正常涨价是可以的 经济规律 咱们谁也违背不了 该赚的钱还是要赚的 咱们大家不会让良心伤人吃亏的 阁主 放心吧 我们这次就是纯粹的做好事 一分钱都不赚 我们来 就是为了干死四大粮商 让他们知道 我们大厦不是好惹的 好 口气倒是不小吗 你们有多少粮食 就敢妄称干死四大粮商 对呀 小伙子 你们这边有多少粮食存粮啊 如果只是四千万斤粮食的话 虽然也能解燃没至极 但绝对干不死四大粮商 一万亿两千万斤 什么 一万亿两千万斤 这他妈比大厦一年的粮食总产量 还多了一点点呢 如此恐怖的存粮数量 简直是害人听闻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李格朱警官派人去接管粮仓 如有半句假话 拿头是论 好 好啊 小伙子 你叫什么 冷风 什么 你就是前与前侍卫第一人 战狼大队的队长冷风 没错 就是我 能让冷队认主的人 一定不简单吧 不知是哪位大佬啊 我家老板 诸位都认识 是谁 白龙网 千十一 好小子 好你个十一 原来你他妈早就预料到了 一早就偷偷拿钱去囤粮了 哈哈 赶得漂亮 阁主 这协议我们还签吗 签个屁 从现在起 原老阁正是向四大粮商宣战